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四轮驱动 4WD开关电路D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 DTC 适用于许多OBDR车辆 1996年以后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克莱斯勒 福特 吉普 通用 道奇 雪佛兰 梅赛德斯等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 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 品牌 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OBDR故障代码P0838和相关代码P0836、P0837和P0839与四轮驱动 4WD开关电路相关联 该电路也称为分动箱控制电路 4WD开关电路的目的是允许驾驶员根据需要选择4WD系统的制动装置 并根据需要将分动箱齿轮比从两轮高、两轮低、空档、四轮高和四轮低档更改配置 当PCM或TCM检测到4WD开关电路中的电压或电阻太低、低于正常范围预值时 将设置代码P0838并且检查发动机灯、4WD故障灯或两者同时点亮 四轮驱动选择器开关、此DTC的严重性如何? 该代码的严重性通常中等 但是如果分动箱卡在低速档中 则四轮驱动开关电路问题可能会很严重 这会对内部变速箱和发动机组件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需要立即注意 在某些情况下 车辆可能根本不会移动或换挡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故障代码P0838的症状可能包括 分动箱卡在一个档中 车辆根本无法进入档位 变速箱变速严重到4WD故障灯亮起 检查发动机灯亮起 该代码的常见原因有哪些? 此P0838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4WD开关故障分动箱 故障接线错误或损坏控制模块 接地线松动或损坏接头腐蚀 损坏或松动保险丝或可熔断链接不良 如果试用PCM或TCM不良 P0838是什么? 故障排除步骤 对于任何故障 故障排除过程的第一步是按年份 型号和动力装置研究特定车辆的 技术服务公告TSB 在某些情况下 从正确的方向指示您 从长远来看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第二步是检查变速箱和分动箱的油液 以检查状况并确认其处于适当的水平 然后找到与4WD开关电路相关的所有组件 并寻找明显的物理损坏 根据特定的车辆 此电路可能包含几个组件 包括分动器、开关、螺线管、PCM和TCM 进行彻底的目视检查 以检查相关的接线是否有明显的缺陷 例如刮擦、摩擦、裸线或烧伤斑点 接下来是检查连接器和连接的安全性 腐蚀和引脚是否损坏 此过程必须包括所有接线连接器以及与所有组件 包括PCM和TCM的连接 请查阅车辆的特定技术数据以验证配置 并查看电路中是否装有保险丝或可熔断的链接 高级步骤 高级步骤非常针对车辆 需要适当的高级设备才能准确执行 这些步骤需要数字万用表和车辆的特定技术参考 电压检查 参考电压和可接受范围可能会因特定车辆和电路配置而异 具体的技术数据将包括故障排除图表和适当的顺序 以帮助您进行准确的诊断 如果此过程确定没有电源或接地 则可能需要进行连续性测试以检查步线 连接器和其他组件的完整性 连续性测试应始终在断开电路电源的情况下进行 并且接线和连接的正常读数应为0欧亩的电阻 电阻或不连续性表示接线错误 表明接线断开或短路 必须修理或更换 从PCM或TCM到框架的连续性测试 将确定接地带和接地线的使用寿命 电阻的存在表明连接松动或可能腐蚀 此代码有哪些常见的修复方法 更换4WD开关或螺线管清洁连接器的腐蚀 修理或更换有故障的导线 更换熔断的保险丝或可熔断的链路 如果适用修理或更换有故障的接地带闪烁 或更换PCM或TCM常见错误 更换4WD开关或分动箱 时接线错误导致该代码由PCM或TCM设置 希望本文中的信息对您提供正确的指导 已纠正4WD开关电路故障代码的问题 本文仅供参考 您的车辆的具体技术数据和服务公告应始终优先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